那时候 菲尼伯遇到拉塔莱尔 就向他说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 和先知们所预报的 我们找着了 就是若瑟的儿子 出生于纳扎勒的耶稣 拉塔莱尔便向他说 从纳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 菲尼伯向他说 你来看一看吧 耶稣看见塔拉莱尔向自己走来 就指着他说 看,这却是一个以色列人 在他内毫无诡诈 纳扎勒尔向他说 你从哪里认识我呢 耶稣回答说 维尼伯叫你以前 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 我就看见了你 纳扎勒尔回答说 勒皮,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耶稣说道 因为我向你说 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想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 上去下来 相片 está 你没看见 我真的想看见 你再见 有些人